很多人的夢想 都是希望擁有一個舒適的居所 但是關於屋宇的保養和維修 可能會帶來一些煩惱的 如果這些小問題 可以自己親自去做 一來就可以增添生活的情趣 二來又不會廢時失事 既然是這樣 不如我們請在屋宇保養 維修保留這方面的專家 曾天生、曾sir 和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心得 各位, 你們好 在加拿大 其實有很多家裡的維修 濕水的保養 大家都做得到的 讓我和大家慢慢講解一下 我在多仁多做了這麼多的防水 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究竟防水是怎麼做呢 是做哪一類防水呢 有些人都不知道 通常我是做basement漏水 有時basement漏水 通常是有兩個方法可以做的 一般是在外面掘 外面掘很多人都知道怎麼掘 但是我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可以在裡面做的 那裡面做呢 通常有些人就說 裡面做不行的 我不是 因為如果裡面做 是以前用舊的方法去做 就真的不行 因為你用石石搭上去 那些真的不行的 但是我當然是用這個 是用以波石灌漿 就是說在裡面跟著列文轉洞 然後就利用以波石 打它進去 灌進列文中間 將整條列文填好它 填密它 那這種漿呢 根本就很黏的 它就更黏過你的萬能膠 那它人家本來是 給這個建築 大工程的建築商用的 不過我們現在是用來做basement 用的 那它這個膠呢 它的硬度的黏度呢 它做完之後呢 它的硬度 甚至硬度呢 比你原本的碩士更硬 那我用這些膠來做了防水 多了十年 那我發現效果都不錯的 那我除了土庫漏水之外呢 那好像這張照片呢 就是停車場來的 它本身上的就是 那些攤油 那攤油 那它叫我做 那我怎麼做呢 那沒有這個 就跟它起了攤油做的 那是很大的工程 它只有一條裂紋而已 那我結果就用了灌漲的方法 跟它下底灌上去 這條裂紋呢 灌了有成五年 到現在都還挺好 還沒有什麼效果的 那另外呢 那好像Column 好像這個Column漏水 那我就利用它在外面掘泥 當然有時候Column掘泥 有時候也可以在裡面做的 就視乎它當時的情形而定 那我除了做土庫漏水 我最近也都不是最近了 應該是兩三年來的 那我公司也都有一個 是防屋保養計劃 這個計劃就是 每一年和你 tune up的衙面 好像煙筒 可能煙筒已經爆了 還有 好像skylight 甚至是透氣口 甚至屋間的flashing位 全部同時跟著了 然後呢 還有就是窗門同時分曬膠 滅完之後呢 還可以包你一年之內 是不扭水 如果扭水是免費 同時剩下好的 這個套餐都挺受歡迎的 我除了做防水之外 我還有做門窗生意的 像我這些門窗 鋁側門窗、歪路窗 我都做了很多的 除了窗門 我還有做土庫裝修 譬如整個basement 和它重新裝修設計 鋁側門窗有的當然有 這個不用說了 我做這麼多的事情 我對房屋裏面的事情都挺清楚 所以我可以把我的經驗 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你們好 很多時候在浴室漏水 有些人問我洗澡後漏水 究竟洗澡後漏水 在哪裏漏呢 肯定就是浴缸漏的 那浴缸哪個位呢 通常浴缸漏水有幾個地方 給它留意的 第一 好像這個去水位 浴缸去水位可能會漏水 第二 這個出水裏面 那個膊口不知道有沒有什麼事 都有機會漏水 第三 這個位 這個龍頭 在後面 那些銅喉駁得好不好 有沒有掉了 有沒有爆了水喉 就是說那些上花灑的那段喉 看有沒有滴水 第三 就是頂頭那個位 頂頭有一個膊口 弄到曲 有一個膊口 那個膊口看有沒有漏水 那究竟這麼多個地方說漏水 那究竟哪裏漏可以的 你很難找的 因為你看不到 因為看不到 你可以這樣慢慢試 通常你可以 首先我想試試這個去水位 有沒有漏水 那就是說 你只是開了這個鍵 就是開了這個水 就不要用花灑 開它半個小時 甚至一個小時 開小小的水 讓它流 流得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看看下面有沒有濕 如果流得半個小時 如果下面是濕 那這個去水位 機會漏水都幾高了 還有呢 如果這樣 就是找到這個去水 漏水的機會 還有也有機會 在這個膊口漏水 那如果試 如果試了這個位 不漏水的話 下一次 或者等了半天 或者一天 或者第二天 那你就可以 正是用花灑 就不要用這個出水口了 正是用花灑 試一試 龍頭上這一段有沒有漏水 譬如說你不用 就是不用這個出口呢 你正是用花灑的話呢 如果正是用花灑的話呢 如果正是用花灑 發覺花灑漏水呢 那就不用想了 就是由這個龍頭 以上這一段的水口 是有些問題 可能裡面有一些膊口漏水 都還沒頂 那時候你裡面 有一個目標去做 就很可能 是那個膊口 最高的膊口漏水都還沒頂 你可以檢查到那裡的 因為浴室漏水呢 那個範圍比較廣 一些 一般來說 是比較難檢查一些的 最快方法當然是 在後面查一副牆 什麼都看清楚 那就最簡單了 但是這個時候呢 就變成了會 人工會跪了一些 那有些時候 譬如說 浴缸漏水 除了這個龍頭漏水之外呢 有些地方都值得留意的 看看瓷磚蠟 這些瓷磚蠟有沒有爆口 那好像這些瓷磚蠟 那這些是幾靚的 沒有事沒有爆口 但是你看一路看下來 你看這下面 有地方爆口 那好像這些地方 你這樣的時候呢 如果你洗澡 那水不停留下去 這裡進去 然後漏到下面 這個不奇怪 就是首先我們要檢查 那個水喉漏不漏水之前 最好這些磚蠟 要先補好 還有這條邊 這條隔壁邊 看有沒有 看有沒有地方漏水 你看看 這個地方應該先擠好 先補好膠 如果擠好這些 腳線擠好 齊磚蠟補好 這樣的時候呢 它都漏水了 就肯定是龍頭裏面那些東西有問題 那如果龍頭裏面那些東西有問題 那如果龍頭裏面那些東西有問題 就比較難搞些 或者是簡單的 要保養維修些 如果大家都做得到 那最簡單就是這行 直膠 我們保持直膠 這行應該大家做得到的 還有這些這樣的地方 我們補一些灰 這些大家做得到的 或者我先和大家講講 這些是怎樣做法 像這些如果要做 首先刮乾淨 先刮乾淨 甚至呢 你可以用一個刮 刮鬆的灰 用這個灰也好 用鏟子和它鏟一鏟 將鬆的鏟出來也好 什麼都好 像這些 將鬆的刮乾淨它 將這些鬆的刮乾淨它 像這些地方 這是要放鬆的 你把它放鬆 跌出來 要把東西都放出來 要被把它放得出來 要去不及就不用去 如果刮乾淨之後 刮乾淨之後 我們可以擠一些巳也好 或者是擠一些灰也好 如果你是簡單些可以擠一些巳 施熱狂撕一撕 但如果你說 因為施熱狂就比較容易生毛 那你可以撕一些灰 如果我們要撕這條蜊 當然要刮乾淨 刮乾淨之後就擦乾淨它 擦乾淨之後 然後你可以用這些泡膠 專門保持專門蜊的灰 這個灰是粉漬的 你開水 開到它稠稠的底下 像是珠糊一樣 然後你就用手撩到 擦它進去就可以了 那你也可以用一些枝莊 有些枝莊的泡膠 都是泡膠來的 那你可以擠出來 你可以用這些灰擠出來 盡量將它擠進那個蜊裏面 然後用手擦 擦它進去 盡量擦它進去 盡量擦它進去 現在我們就擠好這個灰 補好這些蜊 這些灰通常最好就不要馬上用 最好隔一天來用 就比較好一點 不行 如果一個浴室 如果這些灰蜊 全部有些裂紋 被你補好了 其次呢 我們就留意一下這條邊 這條邊呢 有時候都要擠膠 通常擠膠是用屍尼礦來的 就不要用那些 以前我經常講 歐西油油的 那些隔筋那些不行的 一定是屍尼礦 有些是浴室專用的 屍尼礦也有的 你可以去那些五金譜 或者大公司問一問 那補好的時候呢 首先鑽乾淨這些 這條邊 鑽乾淨先 用刀好 用什麼都好 掛乾淨夠的 不夠就蓋掉它 鑽乾淨 或者用鑽仔 給它鑽乾淨它 鑽乾淨 用鑽時 冰機 穴 用牛支 讓鑽快 用鑽快 鑽快 用鑽快 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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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这边要击胶之外 我们也要留意 这个角 这个角我们也要击胶的 尤其是这个角 通常最好击胶 有时候有些肉室是用灰 像这一只用灰 这个本身是灰 因为灰在尺寸纳里 这个转角位比较容易爆 所以最好用胶 就不要用灰 这条纳就不同 这些纳用灰 但这条纳应用胶就好些 如果我们摘胶 很多时候有些人说 摘胶有时候摘到走出来 又不漂亮 像我加摘 你可以慢慢摘 但胶就不用摘那么多 少少就够了 即是你一摘的时候 如果摘太多 好了 好 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